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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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公 大家可以看到我頭髮現在超長 因為我想要嘗試看看把頭髮留到這邊 所以我覺得一直都沒有剪 一直刺到眼前 還蠻弱 鬼 到底什麼存在 科學中有一個解釋 鬼其實就是腦電波 只是人在過世之後 形成另外一種能量 存在於這個世界上而已 藉由這個說法 又對鬼那麼好奇的我 起爆了 為什麼我不如就直接實測看看就知道了呢 對 可以測量腦波的儀器 這個腦波儀呢 把它帶上之後 它就可以測到你的腦波的數據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東西給墓碑裡面的死 帶帶看 就可以證實這個說法 對 不然他們沒找死了 或是說有沒有其他更簡單的做法 比如說找到一個中邪的人 或者是機頭 正在被神靈上升的時候 你帶上這個東西 去測量看看它會不會有什麼奇怪的變化 沒錯 這是我們之後會做的實驗 腦波儀它也可以配合阿DUNO的棒子 去讓軟硬體結合 是用腦波去控制電燈的開關子 但是呢 今天這一集的第一步 先來驗證看看你的說法 測試看看一些 路上關於腦電波的文獻 講到底是不是真的 腦電波的原理呢 其實就是 大腦的神經元 速圖和細胞體 活動的時候產生電位 再透過貼上電極片的方式去測量而來 但是目前的這個測量方法 是會有一些瑕疵 不只是我們的大腦神經元 會電位的產生 你的肌肉也會有肌肉的電位 像你可能炸一下眼 它也會影響到腦電波的測量 其實肌肉的電位 也會比腦波的電位還要高上 10倍 先把這個東西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把它帶上去 然後開機 然後閃爍紅燈 接著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腦電波的原理數據 最上面那一條呢 就是電波的電位的數值 你看喔 當我炸一下眼的時候 它會起伏特別大 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肌肉的電位 它是比腦電波的電位 還要搶上10幾倍 然後中間那個大門這邊 就是你的專注度 比如說 我現在特別專注看看 那它這個數值會上升 是由我上 但是呈現一個要上 我現在要上下的 先撇開它的 到底精不精準之外 腦波這個東西呢 其實也是要經過一些訓練的 可以去良好的加以控制 然後我現在的確 控制腦波這件事來說 我是一個菜鳥做菜鳥 然後接著 最下面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們主要要看的 讀過書的大家應該都會認得吧 第一個那個就是Delta 然後再來就是Cita 下一個就是Alpha 因為Alpha裡面也有一個A 那那個A我記得也是念Alpha 下一個就是Belta 有一個大B 它應該也是Belta 然後最右邊還有兩個 我們就先不管它 以後有用到 我們再跟大家解釋 這些數值 其中一個成為你的優勢波的時候呢 就代表你的大毛現在正在那個狀態 比如說科學裡面就說到 Delta最高的時候 就表示你是進入深度睡眠 地溜感啊 直覺 固定的人 這些在睡著的時候 做清醒夢的這些人 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因為他們很會控制他們的Delta波 在一般你清醒的時候 Delta不太可能成為你腦袋裡面的優勢波 但是我剛剛講這幾個 除了睡覺之外 我都不會 所以我等一下就 直接帶著 睡覺看看 看完會不會真的Delta標高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Cita 是當你意識中斷 你身體進入非常深層的放鬆的時候 它才會出現的優勢波型 就像你在冥想 或是你被催眠的時候 的Cita波 我覺得特別的高 Cita波其實它有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在Cita波是你的大腦 目前的優勢波型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它可以加持你的長期記憶 然後下一個波呢 就是我們的Alpha波 Alpha波就是我們 清醒的時候會有的 在學習 放鬆的時候 看劇 不用思考事情 還是要床上做白衣夢 等等 你是不是也很常 Alpha波特別的優勢呢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我們 比較高的這個Delta波 在你大腦是優勢波的時候呢 表示你非常的專注 或是你的壓力非常的大 非常的緊張 對 就是一個非常需要邏輯 一直動腦的這種時刻 剛剛講的那些呢 全部都是有EGG圖 一直以來有的 信號的解答 那我今天呢 隨時要實測看看 這四種 在深度睡眠的時候 我們的Delta波會不會特別的強 在我們冥想的時候呢 我們的Cita波會不會特別的強 放鬆 做白衣夢的時候 Alpha波會不會特別的強 最後呢 專注燒腦的時候 Beta波會不會特別的強 真的都成功了齁 就可以用這個腦波儀呢 去測試看看 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動血的人 或者陰陽眼的人 或者是 雞同等等 大家看 看到的有沒有什麼樣子 都說 我們先去測試看我們的 最簡單可以 在不行的時候 測到的 Beta波開始吧 那我們要怎麼測試Beta波呢 就是要用我們這個 Arduino的 最基礎的那種 UNO版 之後呢 就可以用腦波儀 可以進階一點的Arduino版 把腦波去做出一些事情 用腦波開燈啊 可以發出聲音啊 等等之類的 但是呢 當然需要非常強大的 程式跟硬體的技術嘛 所以我會找收 工作室裡面的夥伴 就會跟朋友一起搞定 之後就可以把 腦波儀 搭配上非常多的東西 來玩 所以當然我今天要做這個 主意讓我騷擾了 雖然它是一個基礎的東西 但是它推薦給我 要用這個板子的就是 必須要搭配Arduino的程式 我想要做出一個感光系統 強硬的線路以及電阻 LED 感光器 全部接上去之後 對應到相對的角位 打入適當的程式碼 接著我只要把燈關掉 這個LED燈就會亮 燈打開 這個LED燈就會暗掉 可能會讓我被它 標靠的東西 現在 什麼波最高啊 現在是BELTA波跟阿法波在模仲之間 阿法波高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代表說 我拍片的時候還是偏放鬆 這是很好的一件事 趕快組裝這個物頭版吧 好 對我把這個拼完了 應該數據是收集到 別貨還是讓大家看一下吧 我們來關燈開 等等 把燈關掉 各位網紅失敗 但是沒關係 我剛剛很認真 今天的重點是收集數據嘛 對不對 收集收集到就好 然後我再試一下 我整個我再把影片放給你們看 我們現在做下一個事情 收集阿法數據 我們可以做白人夢或看劇 我們現在就來測試我們的阿法波吧 我們來做白人夢 我長得好像紅葉 我上高要當飛友 我跳唱或不唱 欸 我 我全世界最真正的 公家很難 唉 那我不怕這種人經驗對不對 那我的錢 八十票就這樣多 下個月要去來玩了 去個火星好了 我 我 走了 好 我 來 來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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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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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